HELLO 大家好 又欢迎大家收看另一集的一起肉讲究 所以今天呢 在今天的影片呢 我想用马来西亚的一种食物种类 来更详细的介绍我们沙拉种族的一些食物 有的一些特点或者是差别 所以今天我想介绍的就是 我面前的这盘粿 贵的意思其实就是代表糕点的意思 所以糕点的是每个种族啊 印度人、华人啊、马来人啊 都有自己的一些特别的糕点 所以可以看到这些贵呢 其实它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比较粘 所以它跟西式的一些糕点呢 在口感呢在外观都会有些很大的差别 我来讲一讲 马来西亚的华人有的一些贵 所以我们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一些年糕啊 发糕啊或者是萝卜糕之类 然后华人很特别的一样东西就是 我们通常在一些日子啊 比如说是农历新年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冬药节日呢 我们就一定会有这些贵 或者是在祭拜祖先之类的 我们也会有这些特别的贵 所以我们华人有的贵呢 有这些这个红色的跟这个橙色 还有这个萝卜糕 萝卜糕其实就是用萝卜做成的 然后就拿去煎 这些香港也是有类似的 可是香港的就比较 就它会吃到一丝一丝的萝卜 可是马来西亚的是比较绵 比较细腻的一个口感 然后这个红色跟橙色呢 我们就叫昂菇贵 昂菇贵通常里面呢 它的线是花生 不然就是蝉绒 然后你看到这个昂菇贵呢 它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形状 所以如果你从上面看呢 它就好像一个乌龟壳的一个形状 但是因为以前在中国福建的时候呢 人们会把就是活生生的乌龟呢 当作一个祭品 然后之后呢就 乌龟就越来越难找了 所以他们就做类似一个像乌龟的一个糕点呢 来代替真正的去当祭品的一些乌龟 所以这个传统的糕点呢 就从以前在中国呢 传到今天的马来西亚的华人这里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这些粿呢 它们是以前我们叫 《爸爸与人家》或者是娘儿的一些糕点 所以大半年人家呢 其实就是以前从 从中国他们下到来马来西亚 跟当地的马来西亚 就他们会有很多好像 马来西亚跟 华人在一起之类的 所以他们这些糕点呢 我们已经不太清楚 它们是 华人的一些传统糕点呢 或者是 马来西亚的一些传统糕点 所以我们自己看到的有 Gwees Remooker, Gwee Lapis 这个是 Degang Bulut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 好像糯米制成 一些比较黏的 传统的一些娘耳糕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通常都是 这个完全是糯米 还有 用一些花做成的软色素 这个就叫Butterfly Pea Flower 来造成这种 蓝色的颜色 然后这些就是一层一层的 柜,我可以看到它其实有很多层 这个下面其实也是糯米做成的 然后印度人的柜就跟 华人跟马来人的柜会有点 没有这样相似 所以印度人的柜通常是他们印度那里 流传下来的 就以前印度人来到马来西亚 他们带来一些糕点这样子 所以我可以看到它表面的 通常是比较亮啊 就很甜的那种 就表面都是铺盖 就cover了一层糖这样子 他们有的一些 柜是我叫拉杜 一粒圆圆这样子 我可以看到它很凉这样子 所以从刚才我给你们看的柜呢 我记得看到我们 马来西亚的一些食物呢 他们随着时间呢 互相影响 华人的食物啊 会受到马来人的影响啊 华人的食物啊 会受到马来人的影响啊 有时候印度人的影响之类的 现在今天我就想介绍多一样 bonus 的食物给你们看 现在就是 这一碗 咖喱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 咖喱面呢 它有 不一样的 材料在上面 就是有点 豆芽 有点 西哈马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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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面跟米粉 所以呢 我会选择 咖喱面的原因呢 就是我觉得 咖喱面是一样 很难在其他地方找到一样的食物 所以通常我们讲到咖喱啊 我们就会想到可能 印度的咖喱 对不对 我们就 印度就不会找到有咖喱面 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有咖喱面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有印度人的咖喱 然后我们有华人的面啊 和米粉啊 这样子 咖喱面里面也是会有椰浆 也就是马来人很喜欢用的一种食材 所以咖喱面这种东西呢 其实是 混合了我们 不同种族 还有本地食材的一些 特别的地方 在同一样美食里面 所以这样的美食呢 能很完美的 来展现我们马来西亚人 有不一样种族生活 融洽的相处在同一个国家里面 并且呢 能保留我们不同种族的一些特征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用食物的一个角度 来看一下马来西亚不同种族的一些区别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随着时间的流逝呢 我们不同种族呢 也在互相影响着对方的一些 文化啊 食物的一些文化 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这个video呢 你就给我们按一个like 然后你还有兴趣想知道 我们以后还有什么 跟RAJAK 关于马来西亚的一些课题啊 之类的 你也可以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我们之后会 upload更多 关于马来西亚的一些影片 所以我们下次一起RAJAK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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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